立委顏寬恒在去年投入台中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時 被爆出在殺戮的這間豪宅有違建的爭議 那當時的大門還是相當的氣派喔 不過呢現在這個房子已經賣掉了 那大門也拆了改中了一整排職災 那密高的職災讓入過的人 看不到裡頭保留屋主的隱私權 顏寬恒殺戮豪宅內部一樓客廳 整片大理石地板 電話板用法國頂級水晶燈 還有義大利皮革沙發 而餐廳設計採光明亮 大圓餐桌可以容納14個人 還有一個曲線型樓梯 整體相當氣派宛如私人供電 不過去年煙寬恒賣掉後 買方是台中一家室內設計公司 辦公室位在台中七期的一家高級商辦內 資本額登記550萬 臉書上有不少介紹影片 看起來裝潢過許多豪宅 但現在檢方質疑這是 假交易 只是因為本人的物品 沒有完全搬走 就指控本人買賣房屋是假買賣 顏寬恒控訴東西沒搬走 就被質疑是假交易 不過建築師說 交屋一年多了 原屋主的東西還放在新屋主家 這樣的交易行為非常少見 在交易行為裡面有這種狀況是非常少的 也應該不會存在 假交易的手法我們最常看見的就是 原本的屋主他運用人頭來作為換木頭的行為 最重要的是在於說有人花4500萬 然後房子不住處也不進去使用的嗎 是不是只是換一個所有權人 成了檢方調查的重點 而致電給該設計公司結告前 沒人回應 華視新聞林家英雄林輝 台中報導